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 在学生时代就立志要写一本能够让所有人都在读的小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20世纪美国文学不能绕过的一部作品 小说出版于1951年 一经发表便产生了巨大反响 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这本书受到美国青少年的疯狂追捧 出版后仅仅半个月内就再版五次 此后每年都能卖出一百万本 迄今为止已经卖出了六千五百万本 小说的文学成就也得到认可 包括耶鲁在内的近三百所高校都把它列入必读书单 另一方面这本小说从出版的那一天起 就不断遭到质疑 甚至封禁 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大使馆曾经想拿这本书送人 却被海关没收了 1981年的数据显示 麦田里的守望者既是学校里被借阅最多的书 也是被封禁次数最多的书 赛林格对这些外界的声音却完全不加理会 他在乡下买了房子 围上电网 不与外界来往 曾经有一位作家写了他的传记 正要出版 赛林格发现其中也用了他并未公开的书信 于是一纸诉状将那位作家告上法庭 导致出版计划流产 于是在他有生之年 再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传了 外界的质疑和作者的眼居 都使得作品更加神秘 而富有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读这本书 到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 都有了他的一本 为什么会屡遭封禁 却又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麦田里的守望者 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叫霍尔顿 16岁 是一名初中生 身材瘦高 家境优渥 但是却不爱学习 学校换了好几个 每次都因为成绩不好 或者惹是生非而被开除 这次他来到了一家 非常有名望的贵族学校 潘西中学 但他依然没有办法安生地待在这里 期末考试 五门课他有四门不及格 于是校长跟他说 圣诞假期之后你不用回来了 这个时候离圣诞假期还有几天的时间 可是霍尔顿待不下去了 到哪都觉得逆反 看谁都觉得是假模假事的 于是他决定提前离校 在纽约城里转悠两天再回家 没错 就像你想的那样 霍尔顿是一个挺叛逆的少年 他咽不离手 骂不离口 但有时候又会不经意透出点茫然和脆弱 书中有一段霍尔顿对自己年龄的认知描述很有意思 他先自嘲自己已经长了白头发 然后说他17岁了 身高6英尺 2英寸半 也就是1米89 看着是个大人了 但有的时候 自己的行为举止又很幼稚 看起来像只有12岁 12到18岁是一个很微妙的阶段 人格心理学上把这个时期叫做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 什么是合法延缓期呢 按理说过了12岁就不再是儿童了 应该改变小孩子的那一套规则 采取大人的形式规则和社会逻辑 但是骤然改变是不可能的 总要经历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青少年会遭遇同一性危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角色 让自己与成人社会的规则保持一致 是有一定难度的 调整顺利的就顺利过渡到成年人阶段 没能调整好的 就会始终感觉与这个社会拧巴着 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 甚至有可能在愤世嫉俗和离群所居中度过一生 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就在经历这个过程 他不愿意改变自己 因为他讨厌成人社会的虚伪 认为只有孩子的世界才是纯真善良的 因此他最害怕的 就是随着孩子的成长 他们也变得跟成年人一样虚伪 所以在霍尔顿的世界里 儿时的玩伴 死去的弟弟和还未长大的妹妹 才是最美好和值得珍视的 霍尔顿小时候的玩伴叫做秦·加拉格 那时候他们感情很好 常在一块下棋 加拉格总是把国王留在最后一排 很多年过去了 霍尔顿一直惦记着加拉格的这个小习惯 他的高中室友同加拉格约会 霍尔顿就一再拜托室友问问 他现在下棋还把国王留在最后一排吗 因为对霍尔顿来说 这个小小的细节象征了两人共同的童年 他想要确认现在的加拉格 还是当年他心中的那个小伙伴 但其实两人的关系早已生分 他甚至连加拉格现在在哪所学校都不清楚 加拉格也是同样 他在隔壁屋等霍尔顿的室友时 即便心里觉得无聊 也没想着过来跟霍尔顿打声招呼 后来在纽约的漫游中 霍尔顿多次想打电话给加拉格 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作罢 两人早已不再是彼此熟悉的朋友 只是霍尔顿自己始终不愿意承认 弟弟爱里跟加拉格一样 也是一位被提到了很多次 但并没有出场的任务 爱里比霍尔顿小两岁 有着一头火红的头发 他性格很好 人也聪明 特别讨人喜欢 他有一只棒球手套 上面用绿墨水写满了诗 这样在没有人攻球的时候 爱里就可以靠读诗来打开时间 不幸的是 爱里十岁那年死于白血病 得知噩耗的那天晚上 霍尔顿疯了似的拿手 砸汽车玻璃 砸得双手鲜血直流 后来孤独的时候 霍尔顿就会在心里跟爱里说话 甚至会在过马路的时候默念 爱里保佑我 别迷路 爱里就这样一直活在霍尔顿心里 室友让霍尔顿带写作文 说随便描述一个东西写什么都行 霍尔顿一下子就想到了爱里的棒球手套 可见对爱里的思念直深 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 霍尔顿还戴上了他的红色鸭舌帽 这是霍尔顿的典型装束 红色是弟弟爱里和妹妹菲比头发的颜色 这个鸭舌帽就像他孤独时的保护神 他每到一个不舒服的环境里 总是会下意识地拿出袋上 霍尔顿害怕改变 他喜欢博物馆 因为在那里时间是静止的 他说你哪怕去十万次 那个爱斯基摩人依旧刚捉到两条鱼 那些鸟依旧在往南飞 鹿依旧在水洞边喝水 它们的脚依旧那么美丽 腿依旧又细又好看 这些话很诗意很动人 但是世界哪有不变的呢 就连博物馆陈设也是会有变化的 当赫尔顿发现这一点的时候 他愈发难过和痛苦了 霍尔顿意识到自己在成长 可是他不知道该向何处去寻找自己新的定位 他常常提起中央公园潜水湖里的鸭子 平时他们都在湖里好好的 可是冬天湖水结冰的时候 他们去哪了呢 是有人把他们送到动物园里去 还是他们自己飞走了呢 他问历史老师 问出租车司机 可是都得不到认真的答复 之所以会对冬天的鸭子念念不忘 是因为霍尔顿觉得他也在经历人生的冬天 他不知道该如何躲过这个冬天的严寒 也不知道该以什么面目迎接人生的改变 他也向外界寻求过帮助 他找过历史老师 找过曾经的学长 还找过他一直都非常尊敬的英文老师 这些人都对他说了很多很多 可他却一直不得要领 甚至连新房都没有彻底卸下 去见历史老师的时候 霍尔顿刚得知自己被开除的消息 心里多少有点委屈和抵触 一开始老师跟他落些家常 他也还算应答如流 可等到霍尔顿说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换学校时 老师却没能接住话查 显然霍尔顿对此也很苦恼 可是又不知道向谁抱怨 然后老师找出霍尔顿的历史卷子 开始念霍尔顿写在上面的一段话 霍尔顿写的是 您尽管可以不让我及格 反正我除了英文一门以外 哪门功课也不可能及格 写这些话的时候 霍尔顿正处于那种幼稚的儿童 与成熟的成年人角色的矛盾中 他潜意识中希望借这种幼稚 来摆脱考试不及格的负罪感 但此时 面对历史老师这样一个 有智慧的成年人 被迫再次看到这句话 霍尔顿觉得羞耻又恼火 历史老师还说了很多 包括霍尔顿曾经的退学经历 和他对霍尔顿的担忧 可是霍尔顿什么也听不进去 他甚至为老师感到难过 因为他能明白老师想要帮他 可是他更明白 老师现在说的这些话 他只会当做耳边风 于是他反过来安慰老师 我知道您是想给我帮助先生 我感谢您的好意 别为我担心 我是说老实话 我会改过来的 前半句是真心话 后半句却不见得是老实话 跟历史老师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当天晚上霍尔顿启程去了纽约 这是一场不太顺利的旅行 从一开始 霍尔顿的处境就非常尴尬 他日益成长的自尊心 让他想要做个大人 可成人世界的套路 他又一窍不通 他在火车上遇到同学家长 不敢说出被开除的事情 只好说是家人生病 需要赶快回家去 在酒吧里 他再怎么挺直腰板 装大人说话 服务生都看得出他还没有成年 不肯卖酒给他喝 旅馆的一个电梯宫 看出了他的急躁冒进 和不安适适 并且利用这一点敲诈了他一笔 他在霍尔顿回房间的时候 问他要不要招记 霍尔顿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等妓女来了 霍尔顿也开始后悔了 他请妓女回去 答应照样付他嫖资 可是妓女却说钱给少了 霍尔顿看得出 这是在戏弄他 没有上钩 他过了一会儿 电梯宫又带着妓女回来了 硬要他补足多余的钱 霍尔顿不干 电梯宫就抓起他的皮架子 铭抢 霍尔顿哭了 开始骂骂咧咧 于是肚皮上又挨了一圈 他难过极了 感觉自己要淹死了 喘不过气来 他想象自己中了一颗子弹 浑身是血 又想象自己也搞到一把枪 去找那个电梯宫报仇 往他肚皮上连开六枪 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中 霍尔顿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霍尔顿打电话给了老露丝 老露丝是霍尔顿在另一所学校的学长 比他大三岁 霍尔顿不喜欢他 可是知道他聪明 能启发人 所以想和他谈谈 老露丝对同性恋很有研究 讲了很多让霍尔顿觉得新奇 刺激的话题 但是老露丝显然无心听霍尔顿倾诉烦恼 总是把话题演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去 最后 实在绕不开时 他建议霍尔顿去找个心理医生 由心理医生去帮助霍尔顿认识自己 这场谈话显然是白费了功夫 霍尔顿有意去寻找一个可以点醒自己的人 可老露丝显然不是合适的选择 他聪明俏皮 但只知道卖弄自己的学问 并不愿意做个倾听者 也不想给出建议 承担责任 此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 霍尔顿再次想到了一个 或许可以求助的对象 他的英文课老师 霍尔顿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老师夫妇已经睡下了 但依然殷勤地接待了他 又是请他抽烟 又是给他煮咖啡 英文老师年龄不大 说话也比较俏皮 一向很照顾学生 也很欣赏霍尔顿的英文水平 他明白霍尔顿此时彷徨和无助 建议他继续学校地学习 吸取前人的智慧 也能更好地了解自己 霍尔顿虽然对这些话 未加评论 但是却将他们 全都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出来 可见他是听进去了的 后来菲比要逃学 跟他去流浪 他断然拒绝 也算是接受了英文老师的教导 但在当时 他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只说困了 要睡觉 然而夜里一个突发的情况 又把霍尔顿打回了深渊 正在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忽然有个人摸他的脑袋 正眼一看 是英文老师 霍尔顿吓坏了 怀疑他是同性恋 于是赶紧跳起来 随便找了个理由 多门而逃 英文老师是同性恋吗 霍尔顿其实并不能确定 等他冷静下来后 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反应过度了 可是有了这一出 霍尔顿再也不能完全相信英文老师了 他好不容易抓住的那根稻草 现在也没用了 霍尔顿向外界寻求帮助 但却一次次的碰壁 于是他决定搭车去西部 做个聋哑人 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向妹妹菲比烧了纸条 约他中午在博物馆门口见最后一面 博物馆和孩子 都是他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霍尔顿在面对成年人的世界时 对肮脏和虚伪 总是表现出叛逆的姿态 但对于孩子 他却有一种呵护的本能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 讲到在妹妹菲比的校园里 霍尔顿看到有人在墙上写了脏话 他很生气 怕脏话带坏了孩子们 他想擦掉 但是却又怕擦掉的时候 碰巧被老师撞见 会以为是他写了这些脏话 但一番纠结之后 还是擦掉了 他宁愿冒着被误会的风险 也想保护孩子们的纯洁 菲比才上小学四年级 离成人世界 还有好几年的安全距离 但霍尔顿还是放心不下他 他曾经对菲比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老是在想象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 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 几千几万个小孩子 附近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大人 我是说除了我 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 我的植物是在那守望 要是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 我就把他捉住 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 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跑 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 把他们捉住 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 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段话可以说是 整部小说的点题之笔 在麦田中尽情嬉戏的孩子 映射或象征孩子天真的童年 霍尔顿的想法是 一旦可以成为守护者 他就尽其所能 守护住那份美好 成人世界就是悬崖 是危险的虚伪的 一旦跌下去 被其中的虚伪所污染 天真和单纯就会永远失去 然而我们知道 麦子一般种在平原 现实生活中 肯定是没有悬崖边 种着麦子这种情况的 这种荒谬的组合也在暗示 霍尔顿所想象的成人世界 与孩童世界的对立 其实并不存在 成人也有真诚善良的 霍尔顿在车站 遇到的兄女就是这样 他自己都承认 兄女们亲切和蔼 谈话非常愉快 霍尔顿后来主动提出捐点钱 兄女们还再三问他 真的没关系吗 你捐了这些 手上的钱还够不够 霍尔顿的英文老师 曾经在学生受伤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把人抱起 不顾鲜血染红了自己的衣服 可见成年人的世界 并不全然是可怕的万丈深渊 而孩子也未必个个单纯 非比手臂上的伤痕 就是被孩子们报复抓伤的 霍尔顿在博物馆门口 碰到两个孩子 一眼就看出他们是逃穴出来的 他们还谎称 今天不上课 霍尔顿所讨厌的东西 孩童世界一直都有 只是他选择忽视罢了 因此 当霍尔顿说出 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愿景 并说这个愿景来自于 罗伯特彭斯的一首诗时 非比不断提醒他 也用错了 人家原诗根本不是这么写的 也不是这个意思 霍尔顿的所想所愿 完全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最终 霍尔顿并没有去西部 也没有能成为一个聋哑人 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 妹妹非比应约前来 她拖了一个小行李箱 说是要和霍尔顿一起走 霍尔顿自然不答应 但又劝说不了非比 最后只待自己放弃这一打算 答应非比自己会回家 可这时候非比还生着气呢 于是霍尔顿带着她去了动物园 又请她做旋转木马 霍尔顿在一旁看着 有点担心非比会从马上掉下来 但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有做 因为她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 孩子们的问题是 如果他们想伸手去钻什么危险的东西 你就得让他们去钻 最好什么也别说 他们要是摔下来 就让他们摔下来好了 可别说什么话去拦阻他们 因为孩子们要成熟 要长大 必须要接受许多考验 但依靠他们自己来解决困难 此时大雨倾盆而下 大家都跑着躲雨 霍尔顿却纹丝不动 大雨将她身上淋了个头 但她心里却快活极了 这一幕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大雨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霍尔顿终于明白 天真总会失去 人总要成长 在故事的结尾霍尔顿意识到 自己没法做一名守望者 反而是妹妹把悬崖边上的霍尔顿拉了回来 这种角色的置换 暗示了这本小说对传统成长叙事的结构 在小说的一开头 霍尔顿就提到了一部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 它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的小说 讲述了一名孤儿如何成长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故事 是一部典型的传统成长小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从形式上看 讲的也是青少年的一段旅程 主人公也经历了艰难险阻 最后也顿悟到了成长的道理 这些特征 看上去与传统的成长小说没有区别 但是在本书一开场 霍尔顿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要讲的故事 跟大卫·科波菲尔那样的废话不一样 那种东西最让人烦腻 在传统的成长小说中 主人公是渴望成长的 他们披荆斩棘 历尽艰险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退去志气 被成人社会所接纳 他们会积极主动的 去度过心理上的 同一性危机 但是麦田的守望者 完全不是如此 霍尔顿对成长是抵触的 他害怕变化 害怕成长 他不在乎经验的获得 只担心天真的失去 从态度上看 他成绩不好也不努力 那种金榜提名 出人头地的想法 跟霍尔顿完全不沾边 不仅如此 他还满嘴的脏话 在宿舍里打架 一点也不尊重 学校的管理规定 后来在纽约城里 他学大人抽烟 出入酒吧 甚至招季 在传统的眼光看来 他就是一个 不思进取的叛逆少年 这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屡遭进风的原因 他不再像过去 传统的成长小说那样 包养主人公 锐意进取的决心 而是对叛逆少年的 颓废和挣扎抱与最深的 同情和理解 对传统成长叙事的解构 还体现在了霍尔顿 这个人物身上 霍尔顿在内心构建了 一个成人与儿童 虚伪与天真 堕落与纯洁的对立 表面上看 他是站在儿童这一边的 支持绝对的天真与纯洁 然而他所经历的事情 和他本人的行为 实际上是在消解这种对立 对成人社会的很多东西 比如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既嗤之以鼻 又十分向往 在纽约的旅馆里 他隔着窗户 看到一对男女 在浴室中 互相用嘴向对方喷水 好像这是世界上 最好玩的事情 他对此先是嗤之以鼻 说他们下流 心里变态 但是看了一会之后 他又转念觉得 这类下流玩意儿 瞧着相当迷人 又说 有时候觉得自己 像个色情狂 因为他开始觉得 要是能找到这么个姑娘 可以彼此往脸上喷水什么的 那该有多好玩啊 尽管有一些下流 他的思维方式 也是孩子气的那种 非此即彼的想法 他觉得 既然孩子是好的 那么成人就是坏的 既然撒谎是坏的 那么所有的假模假式 都是不可原谅的 可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却在模糊这两者的边界 他坦言 你这一辈子 大概没见过 比我更会撒谎的人 说来真是可怕 我哪怕是到铺子里 去买一份杂志 有人要是在路上碰见了我 问我上哪去 我也许会说 去看歌剧 他对记忆里的朋友 一往情深 生活中 却又对朋友不屑一顾 这种对青春期的 心理矛盾的描述 是十分精准 而富有感染力的 这种感染力超越了 时代和地域限制 中国作家麦家 评价霍尔顿说 霍尔顿一方面 敢说敢做 敢恨敢斗 像个大英雄 一方面又不过是 孤独压抑 充满愤怒和苦闷的少年 出于对这种描述的 强烈同感 和对塞林格的崇拜 原名蒋本虎的他 将笔名改为了麦家 也是在这本小说的启发下 麦家开始从事写作 2008年 凭借小说暗算 获得矛盾文学奖 作家苏同也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 对于少年心理的描写 看上去散漫 而无所用心 却好像可以听到 人物呼吸的声音 那种关于青春期的精确描述 深深地打动了我 那么为什么塞林格 要创作这样一本 反成长小说 塑造霍尔顿 这样一个人物呢 这就要从当时的 社会背景说起 1942年 美国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塞林格参军 从事反间谍工作 那时他已经开始 创作一部分霍尔顿的故事 对战争的到来 他是毫无心理准备的 他参与了诺曼底登陆战役 那一天 他近三分之二的战友 都死在了战场 塞林格虽然活了下来 却发现 自己永远也忘不了 战场上那种肌肉 被烧焦了的味道 战争结束之后 他两度进入精神病院 却一直未能摆脱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困扰 战争摧毁了包括 塞林格在内的 许多人的观念 在二战之前 人们相信 人是具有理性的生物 无论是科技还是社会制度 都可以在人的智慧和理性中 逐步完善 人类有美好的未来 然而战争的残酷性 让人们惊讶地发现 理性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一个原本善良的普通人 在战场上 却可能犯下大屠杀的罪孽 战场的敌对双方 甚至研究生化武器 违背人道主义 同类自相残杀 人们不再相信理性和民主 悲观主义思潮 逐渐在美国社会成为主流 整个五十年代 美国的文化氛围都冷淡而消极 二战也摧毁了 美国人对于美国梦的信仰 在战争的尾声中 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这让美国人大为震产 认为本国的政府有备伦理 美国这个国家不再纯洁 战争结束后 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空前繁荣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人们不再信仰 美国梦所提倡的 勤奋 勇气和进取 对于金钱的追求 成了大多数人生活中 唯一的目标 消极的思想氛围 拜金的社会习气 这就是二战后 赛林格继续创作小说时的 社会氛围 也是小说中 主人公霍尔顿的成长环境 霍尔顿的父亲是知名律师 但他却只顾挣钱 毫无职业道德 当作家的哥哥才华横溢 却为了金钱将自己的创作廉价出卖 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 学校校长势力至极 对富裕阔绰的学生家长 鳄鱼奉承 对衣着寒酸的则不屑一顾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50年代的美国产生了被称为 垮掉的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纵欲 吸毒 蔑视规则 毫不关心社会问题 小说中的霍尔顿 就是垮掉的一代的典型 他厌恶学校的教育 说学校里都是些伪君子 要你干的就是读书 求学问 出人投地 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账凯迪拉克 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 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 男生一天到晚干的 就是谈女人 酒和性 他的口头禅假模假式 就是他对虚伪 浮夸了成人世界的代名词 不过垮掉的一代 并非全然是贬义 英文原词 Be it generation 还包含有打破规则的意思 他们并非盲目沉沦在 繁荣的物质世界 而是带着反抗的目的在挣扎 这一点在霍尔顿身上 体现为他拒绝成长 拒绝接受成年人的世界规则的一面 他在父亲 哥哥 学校的校长身上 看到了虚伪和功利的成人世界 所以当他感觉到自己站在了悬崖边上的时候 他一方面决心要守护孩子们 千万别掉下悬崖去 被成人世界所污染 另一方面 他用叛逆筑起高墙 以冷漠的姿态 对抗成人世界的规则 用不屑掩饰内心的迷茫与脆弱 赛林格亲身经历了美国二战前后的变化 他通过塑造霍尔顿这样一个不愿成长的人物形象 反映了战后青少年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 引起美国一代青少年的共鸣 尽管小说中霍尔顿最终跟妹妹一块回了家 打算继续上学 但在小说之外 作者赛林格在一夜成名之后 却践行了自己在书中的理想 他在乡间买下了土地 衣衫盖了件小屋 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也有人疑问 为什么无论是外界的质疑还是赞誉 赛林格都从不给出回应呢 但其实在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本小说中 赛林格已经借英文老师之口 讲出了他认为的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那段话是英文老师讲给霍尔顿的 他说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人 都像你现在这样 在道德上和精神上 都有过彷徨的时期 幸而他们中间有几个 将自己彷徨的经过记录下来了 你可以向他们学习 只要你愿意 正如你有朝一日 如果有什么贡献 别人也可以向你学习 这真是一个极妙的轮回安排 而且这不是教育 这是历史 这是诗 好 麦田里的守望者就为你解读到这 我们明天见